之前你已经认识了等式 从这个视频开始 我来讲讲等式的计算 先来看这两个天平 变成等式就是 小明等于小狗 小亮等于小猪 如果小明跳到小亮边上 要想让天平继续平衡 小猪边上也得加一个和小明一样重的 显然小狗跳上去就行 所以两个天平的左边合在一起 右边也合在一起 结果仍然平衡 变成等式就是 小明加小亮等于小狗加小猪 看来把两个等式的左边都加在一起 右边也加在一起 结果仍然相等 知道了这一点 你能算出下面的三角和正方 分别等于几吗 先看这个等式 有两个图形不太好求 再看这个等式 也有两个图形也不好求 单独看没戏 就合起来试试 先把左边都合在一起 诶 左边有加正方和减正方 正好抵消 只剩下一种图形 这就好办了 不过别忘了 右边也得合在一起 哦 加起来是12 所以两个三角就等于12 一个三角就等于12除以2的6 三角搞定 正方就也好算了 看第一个等式 三角等于6 6加几等于8呢 显然是6加2了 所以正方就等于2 结果出来了 来到第二个等式里看看对不对 三角6减去正方2 正好等于4 结果正确 看来当每个等式都有两种图形 而且某边加起来还能抵消掉一种的 就可以把两边分别加起来再计算 比如看这两个等式 这回三角和正方分别等于几呢 每个等式都有两种图形 并且左边有加两正方和减两正方 正好能抵消 就可以把两边分别加起来计算 左边加起来是6个三角 右边加起来是12 所以6个三角就等于12 一个三角等于12除以6得2 三角搞定 接着看正方 看第一个等式 三个三角是3乘2的6 6加几等于8呢 显然是6加2 注意这回是两个正方等于2 所以一个正方是2除以2得1 这样结果就出来了 以上就是等式加法的全部内容 如果每个等式都有两种图形 而且一边加起来 还能抵消掉其中一种 就可以把两边分别加起来再计算 现在问题来了 只有俩狮子 三角等于几呢